哈囉 你的前任 我的前任go hallo啊 是之前生肚子的時候在用 可是不要單獨 吃早餐 1月1號 這個其實還算蠻吃麵的東西啦 Hi Good morning 我剛起床所以臉超級重的 那今天的視頻呢 相信你們看到title了 就是一個Q&A 可是呢我這一個視頻的形式 不想要走一個坐下來 然後就是直接一道一道提回答那種 我感覺有點太沉悶了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Q&A呢 是以一個one day vlog的形式走下去 那我現在呢在等我姐姐做早餐給我 然後同時間呢我來看昨天你們寫的問題 你們看有多少每一次 那我現在看到一個我蠻想回答很久的問題 然後 痾 之前也沒有就是公開過 應該沒有公開過吧 對 那其實呢我從小真的是從可能小學吧 對小學7歲8歲左右 我家人就有suggest我做的一個工作 就是導演 導演 導演有很多種啊 那我家人和我自己最想要做的就是電影導演 對就是那個非常帥的那種電影導演 然後其實我從小的dream school就是北京電影學院 現在應該沒辦法了 因為其實我從小就覺得導演特別特別酷 然後結果爸爸呢是一個非常懂得看人的一個人 就是他會懂得什麼對你好的那種 然後從小就一直和我說導演特別特別適合我 which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對就覺得導演很酷啊 而且就非常適合我的性格 就是不只是充滿想像力 而且還就是懂得領導大家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蠻適合我的 可是現在應該沒有什麼機會了吧 對 可是其實撇開導演不說的話 大家應該最知道的就是idol吧 因為我從小就學舞蹈啊唱歌啊各種的樂器 特別是14啊15歲那一個時期 就真的特別特別想要 就是走女團的這種方向 可是現在應該也沒有了 可是還是會繼續跳舞唱歌啦 OK 那我現在要來選一下我昨天的工作照片 再吃個早餐 我在選照片 oh hello Lia 哎喲 哎喲哎喲 哎喲哎喲 嘿嘿 hello 看那邊 hello wow hello 我剛剛吃飽了 然後我現在準備進來房間化妝 因為我待會兒要出去了 那我現在再選一題吧 有一個寶貝問我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耶 就是很順其自然 而且我和他我也說過很多次了 從我14歲吧 那時候就已經認識了 因為都是同一個圈子的朋友 可是不是很熟啦 然後之前呢都是有像普通就是朋友都會reply story的那種方式 來保持聯繫 可是沒有真正的很熟悉過對方啦 可是都大概知道對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還有對方的生活之類的 然後其實也認識蠻久了 就是他也看過我談戀愛 我也看過他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突然曖昧了 曖昧了後就 然後曖昧了後就是很順其自然的在一起了 可是如果不說喜歡的話 說主動的話 我覺得好像是他比較主動一點 可是決定要不要在一起那一個瞬間 是我提出來的 我問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關係 然後他在很可愛的告白 算告白嗎 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拍車上的那個radio的bluetooth 然後之前我也有連接過那一個車的bluetooth 所以有我的名字就是coco的那邊 然後他的名字呢 就在我的那一欄的上面 然後他就直接放了一個愛心 在我們兩個名字的中間 對 這應該就是他的告白吧 對 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就是從他發的這個過後開始 就 在一起了吧 算真的在一起了 可是那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曖昧到已經 完全就是像在一起的情侶了 就是 曖昧 就還沒有確認關係 我們就已經 出門都有抱抱啊牽手之類的 對 好害羞 說的 我其實想一想 真的 時間過還蠻快的 我們都已經 九個月了 我的天哪 真的好快 OK 我現在要準備去化妝了 清爽 塗一個妝前寶石 順便來看一下問題吧 可以一邊回覆 我剛才找了兩分鐘吧 找到了一個我可以回覆的 相信這一個一定是大家的噩夢吧 那你們應該可以看到我這裡的痘疤吧 因為我上兩個星星呢 就是突然間爆了一顆大痘痘痘 超級可怕的 因為我的臉呢 就是關注我的都知道吧 我臉 這一個部分是不會長任何痘痘 而且這邊也比較少 可是 就突然間長在這麼顯眼的一個地方 我當時真的超級怕的 那我就馬上去入手了一系列的 針對痘痘的一些產品 可是呢 其實和你們說一下 就是長痘痘的期間呢 你們用的產品呢 功效不要太雜七雜八的 你們的功效呢 一定就是要針對舒緩 然後鎮定 然後修復就好 就是非常非常 calming的一些產品就可以了 那我長這一顆痘痘的那幾天呢 我就是比較專注於在給它消炎啊 鎮定的這一個部分 那那一個skincare routine呢 就是一樣洗臉了 然後放化妝水 然後化妝水跟洗臉呢 都選擇比較溫和的一些產品就可以了 OK 那我放了toner過後呢 我就放這一個 這一個牌子 那這個我之前好像和你們介紹過這個牌子吧 然後這一個我用的這一個是他們的 Vitamin E Calming Ample 然後是一個主打鎮定的一個精華 真的很好用 你們知道嗎 你們看 那這一個綠色呢 就是讓人感覺就是很舒緩的 這種感覺 而且它質地很輕薄 然後這一個的話 我不只是會在生痘痘的時候去使用它 我可能說皮膚敏感的期間 像我平時這邊都會泛紅 現在也應該看得到吧 如果有一點泛紅啊 紅血絲 這些器件我都會使用它 它可以為我們肌膚 打到一個還蠻長的一個鎮定的效果吧 然後它裡面的成分呢 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去舒緩我們皮膚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有痘痘的話 精華可以選擇這一個 是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然後還有這一個是同系列的 我也是之前生痘痘的時候在用 那這個面霜呢 它是他們家的Vitamin E Calming Light Cream 然後對我都是一般在用完他們這個精華後 會用這一個他們的面霜 然後它是這樣的裡面 這一個面霜和你們說 對敏感肌超級友好 然後質地是這樣的 這個怎麼變成了好物分享 好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有痘痘寶貝呢 真的可以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平時都不怎麼分享痘痘肌的好物 那我今天就可以借這個機會來和更多 有痘痘煩惱寶貝們分享 然後你們看它的質地就是這種 也是一樣很清爽 所以油皮我覺得應該也會很喜歡吧 那它的保濕效果也很好 而且它的舒緩效果真的 我覺得這一個系列都很絕 這個質地真的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種面霜質地 就是塗上去不會黏膩 不會感覺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因為呢我是入了他們就是針對痘痘的一整套 OK最後一個就是他們的真的是王者 也是我生痘痘的期間最喜歡的 就是他們的這一個 Vitamin E的Microneedle Spot Cream 然後給你們看它是長這樣的 將將 有一個這種頭 那它這一個頭呢我相信 比較懂的寶貝都知道了吧 就它這個頭呢是拿來針對性的 絕不塗抹的 就比如說我這裡長了一顆痘痘 我就只需要這樣子去點塗它 你們看它就是這樣子 擠出來的 然後直接就點塗在痘痘上面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因為它裡面呢有這一個 好像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 一個叫微珍的一個東西 那它這個呢是可以非常有效的 幫助我們的肌膚 去更好的吸收 其他的產品的一些成分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有著 舒緩痘痘還有去痘印的這一個功效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是王者 那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要買的話 你們一定要記得就是 只能局部點塗在有問題的地方上面 就不要全臉的去塗 就是如果這邊有痘痘的話 你就點塗這裡就OK了 還有一個我用這個的小tips 就是我通常都是兩三天才會用一次 因為它裡面的微珍呢 就是它的microneedles吧 是可以折月高達70個小時的 所以你不需要一直反复的去塗抹它 我覺得這個呢真的很厲害 因為塗了後呢 痘痘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就是會被消下去 然後上幾個視頻有一個寶貝真的瘋狂的在問我 痘痘肌啊或者生痘痘的時候塗的 有什麼好物的分享 我今天就可以在這個視頻回答你了 寶貝你有看到嗎 反正這一個我買回來的一整個系列呢 是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有效的啦 然後也很適合比較年輕的肌膚吧 就00到90後我覺得都很OK 而且價格都不會很高 所以Why not 然後就是我是在他們這個common labs 這一個牌子的shopee買的 還有一點我差點忘了說 就是它的主要成分吧是茶樹 然後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成分 那它裡面的茶樹 剛剛才查它是有高達70% 裡面呢還有vitamin E 所以我覺得對痘痘肌啊還有敏感肌 是非常非常非常友好的 你們有需要的我覺得真的可以去入一下 這個牌子我對它印象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它是一個韓國牌子 然後我之前也和你們分享過另一個系列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我會放連結在下面啦 你們自己去買 OK 一不小心都忘記我要化妝了 OK我真的要開始化妝了 我都忘了我要化妝 來吧 吧 我好像又來不及了 嗯我覺得我會超級想念Carmen 因為Carmen這一次回去英國 好像他說一年都不會回來 然後一年後的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會在哪裡 Oops好像有點太白了 現在準備要出門了 換一個還蠻簡單的妝容吧 對 然後今天也是要帶Leo出去 因為要找Carmen的兩隻狗狗 哎唷 哎唷 喂 Leo啊 出去玩了囉 Leo 要不要出去玩的你 嗯 up up 看看看 走遼路 拜拜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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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們現在在路上了 然後繼續來回答問題吧 那這個寶貝問我每天看我吃很多 為什麼不會胖 就他說我吃東西都很大分 NO 我吃東西其實很小分 是不是 YES 我每次拍的食物超級大分是因為我家人很多 然後我們都點很多來吃 就吃一兩口然後就 嗯飽了 就沒有想吃然後就不會餓了 然後可能過一下然後又開始嘴餐想吃東西 就是這樣 所以 並沒有說我每天吃很多都還不胖啊之類的這種說法 還有就是很多人都問過我就是 為什麼我好像每天都在吃東西 可是 都不會胖都在怎麼減肥保持身材 其實我沒有刻意的去維持身材 相信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啦 那我這一整年來吧 維持身材的方法 其實就是可能說今天吃的很多 吃的熱量都很高 可是我明天就會注意一下 就不會吃到那麼多 就這樣子 然後偶爾跳一下舞 之前可以說是因為跳舞維持身材嘛 現在就比較沒有了 因為沒有怎麼跳舞的 所以都是少量多餐 然後注意一下不要吃的太多就好了 開心嗎 要見到你的朋友了 看起來不是很開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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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哈哈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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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我的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哦 哈哈 煩了 摸開了 OK 哈哈 哈哈哈哈 啥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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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又亂了 哈哈 我眼睛腫了 因為這些 這些 這些 還有哪裡 這些 謝謝 我現在讓Carmen幫我選問題 是啊 有想過要什麼樣的婚禮嗎 你喜歡婚禮多多人的嗎 還好 就多多人的婚禮就要好玩 哦 是哦 可是我會比較喜歡 不喜歡那種在酒樓那種感覺 哈哈哈 可是我會比較喜歡 就是 少人的婚禮 耶 沙灘那種 沒有我喜歡那種 森林裡面 哦 那種白那種長桌子 OK 哎唷 哎唷 我的BOB 他叫BOB 你可以介紹Bacon嗎 OK 這個是Nugget 欸 這個是BOB 不是 我差點講 我差點講 這是Nugget的BOB BOB是一隻長得有點雞型的Pineapple OK 然後這個是他的Bacon 啊 這樣子的 一隻 很少女的豬 啊這個是 這是個男的 誰 這個是 什麼了啊 這種Winnie 這個是Winnie the Pooh 很好躺的 我之前把它當枕頭 OK 介紹完畢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這是Burger 因為它混為一體耶 哦 這個 the only food you can ea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然後這是我朋友姐姐耶 巧愛姐姐寫 耶 蛤 一種罷了啊 所以是想每天都要吃 這一個東西 罷了 你不要把每天想到好像永遠這樣 可能一天罷了 就死掉了 海底撈蒜一個food嗎 呃 我覺得是 spaghetti bolognais 很好吃啦 spaghetti bolognais 而且讓我每天吃 我也應該OK啦 最最最想和老虎去哪裡旅行呢 他的話是泰國啦 我的話 我的話是四川啦 他的話是泰國 因為他很喜歡泰國 然後 對 你會想要把社交媒體休息 因為你很累 當然會啦 很時常耶 這種想法講真 就每次 每次會突然間很想要不要玩社交媒體 但不可以耶 因為 我之前八月份好像是要 休息一整個月 每個工作都是來排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兩個月之前就排好的工作 所以不能休息 除非我來 這個月和我經紀人講 我下兩個月不要接工作就OK咯 就可以休息 要不然就不能 OK the rule of relationships OK啦 講一個我覺得 今年才發現到很重要的一點 so 就是你長的男朋友 真的是要每天每天 他每天是會讓你覺得你自己是很好的 就不會appreciate你或者 不只是不會appreciate 他不會讓你覺得你自己很好 那種男生我就不能啦 今年才發現了一個道理 因為很多男生 他們在這段感情中 他們會更多時間 他們放在 他們在想他們要怎樣去 讓你覺得他們很好啊 很厲害這樣 但其實這一點 我不覺得會為愛情帶來什麼啦 除了讓你自己會喜歡他 可是你不會喜歡你自己 對不對 你要講嗎 心鼻涕王 我男人每天都敏感 我會敏感眼睛啦 他會敏感鼻子 就是這樣 所以姐妹妹 如果你們要交男朋友 要交一個讓你覺得你自己很好的男朋友 要不然 全部都 假如一樣千禧和你的男朋友同時追你 怎麼會 他很喜歡一樣千禧啊 哈哈 那你 你不想要聽 實話啦 哈哈 不想要比自己去相信那個我會做的東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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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回家就看到這些 我買得到了 這是我超級喜歡吃的東西啊 各位 我要進房間了 哇 哇 哎喲 哇包啊 還開寂寞 哈哈 我洗好澡了 對 現在要再來回答GTQ&A 就結束了 嗨 baby 你好 哈囉 哈囉 什麼 OK 我回到一起其實還蠻多人問的 就是可能剛關注我的都不知道 就是可能看我每天都在工作了 然後也沒有拍我上課啊之類的 就很好奇我到底在幹嘛現在 OK 那我來簡單說一下 反正我是中學畢業了 然後我16歲畢業的 那現在我已經沒有上學一年了 其實我原本打算是要回中國上學的 然後學的專業是走現代舞 就是唱歌啊跳舞的這種專業 然後遇到我 怎麼意思 怎麼意思 然後遇到我 然後就剛好碰上疫情 我就沒有辦法過去 其實我已經是錄取了 然後錄取了沒辦法上學 你們知道多傷心嗎 再加上我之前 就真的很想要走唱歌跳舞這方面 可是慢慢慢慢這兩年 就是有在認真的做自媒體了 所以我就慢慢的覺得好像說 唱歌跳舞這些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副業吧 就是一個業餘愛好 反正現在就先專心做自媒體 可能過後可以再上大學 我覺得不著急 反正就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賺錢比較重要 賺錢比較重要嗎 你比較重要 你也知道我會問的 我想問專心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比較重要 OK那接下來這一個問題呢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在問我 因為是最近蠻紅的一件事情 在馬來西亞 至於是什麼事情 我就不用把那個標題說出來了 反正懂的人都知道 對OK OK其實那我相信懂我的人都知道 對這種事情啊 就是很多次這種很大件的事情 我都不會去發表太多自己的立場 對我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 我撇開這件事情啦 可是我們以就是強姦來為主題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提倡的是 真的很希望 直到有關看我的影片的你們應該 都是00後比較多吧 我就是想要提倡這一點 很多人都是網上認識 認識朋友了嘛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的 那我的建議是 你們可以在網上認識朋友 可是不要單獨和男生出去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這一個你沒有見過面的人 光平在網上聊天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要出去的話 第一次最好是拉幾個朋友一起 對以這種方式去認識朋友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還有保險一點 反正我也不想要講太多 不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平安安全 然後不要受傷 對 OK這個問題 台灣 不會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表達你的立場 因為我會打架 每次都這樣講 你很可愛耶 其實喔 和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知道 去年啊 前年就有關注我的都知道 其實我以前連吊帶都不敢穿 真的是連吊帶都沒有勇氣穿 不只是覺得自己胖啦 其實還更多的是 比較沒有那麼放得開 我相信 今天大家都看得到 我的這種改變吧 其實我想說 其實很大的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為什麼我敢突破自己 就是因為我旁邊的這個人 小朋友很敷衍的 可是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後呢 他就是每天都有在鼓勵我 所以我就是比較敢去突破 嘗試一些自己想做 可是不敢做的事情 對 所以 其實我穿什麼 我不覺得他會 他會生氣啦 他反而還會誇我耶 可是當然我知道就是最極限可以到哪裡了 我不會 可以到不穿 我不會 我不會裸 我不會叫什麼 不穿衣服拍照叫什麼 OK 他很忙 我不會拍裸照啦 反正就是 對我知道那一個極限在哪裡 在極限內 我可以做得到 讓我自己開心的做法 我都是OK 然後他都是會很鼓勵我的 OK 對 對 如果有一天和 現任出去 遇到前任會怎麼樣 可是這個很難回答 因為也要看對方 就是我的前任 會做出什麼反應啊 如果他主動來 hello 這樣子的話呢 他講hello啊 我就hello啊 我覺得你會跟他shake hand 是不是 都是你的做法 可是我覺得我不會管他 沒有我會走過我會講hello 然後我就經過不好了 他講hello的話 我就hello 如果他沒有講hello 等一下就經過啊 等一下你會看到嗎 他笑笑啊 喔笑笑哈 笑笑經過 那如果看到你的前任的話 這個是你來回答 其實我不懂耶 可是我覺得他們看到我不會講hello啊 因為你女朋友太美喔 蛤 因為你女朋友太美喔 蛤 被你嚇跑了 你會怎樣寫如果他跟你hello 所以狗hello 你的前任 我的前任狗hello啊 嗯 我去笑嗎 哈哈 他是壞蛋的 可是我不會 我不會很客套笑笑這樣 因為我不是那樣的人 所以我就 我應該還是基本禮貌hello 會做啦 可是我不會笑也不會 有太多的反應 這樣子 OK 這一個很sweet的寶貝 他問我 你是很努力很漂亮的女孩 那想問這麼努力那麼漂亮 你要怎麼在競爭力這麼強的行業站穩 其實喔和你們說 其實自媒體啦 是真的蠻有競爭力的 而且他是有一定的時間段而已 就是你不可能一直做下去 可能我做到最多最多30歲吧 我覺得那段時間就已經 沒辦法再下去走下去了 I mean 還是會有關注我的人 可是沒有辦法像以前那麼多 也沒有辦法像以前的 那麼的叫什麼 有流量 對 因為其實我們做自媒體的話呢 是一代又一代會一直追上來 就是新人會一直上來的那種 可是我目前階段呢 我是屬於新人的那一段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去考慮到太多 我該怎麼活下去這種想法 反正我現在這一年 這兩三年吧 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就是 一定要打好一個基礎 然後我不會去覺得說競爭力很強啊 去想很多方法去站穩 我就是很順其自然 一直就是做自己吧 然後去想更多更吸引人的題材 可是想這些題材的前提 我不會去想可能說競爭力很強 所以我一定要想什麼更好的題材 我不會有這種想法 反正我就是想做什麼題材 我做了會開心 我做了會有成就感的題材 我就會去做 反正有一天一定會過氣 所以我覺得這兩年先打好基礎 然後過後一定會有安排別的東西做的 所以不用擔心太多的 在你家樓下 等我載你去吃早餐 1月1號 我們2021年1月1號 其實我們12月都算在聊天曖昧了好了 那你穿裙子很漂亮 裙子啊 穿裙子是第二次 對我們1月1號早上 就他countdown 他跟朋友countdown 然後我一個人countdown 等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1月1號了就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good morning 然後那天我很臭 我整身都是酒顏味 然後早上他就直接問我要不要出去吃早餐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開心 就是1月1號我就跟他出去了 然後他就在我家樓下等我 其實那個不是我第一次見他啦 那是第二次見他 可是是他第一次見我 因為我在snickerlar看過他 他沒有看我 傷心 然後見我他就抱抱我了 大方喔你 ok啦 幾大方喔 一見面就抱抱 好像500年沒有見的老朋友這樣 哇你很香耶 ok我就卸妝先 再回答最後兩道問題 hi 我在敷面膜 對 順便和你們說一下就是我 像我敷這種軟膜之前呢 我都會放這一個 因為我今天敷的是鎮定的面膜 我都會放commonlapse的這個 早上和你們介紹的 就洗完臉然後toner 然後放這個煎滑後 再放這個軟膜 它就會達到一個很好很好的鎮定舒緩保濕效果 很絕對 現在呢就再回答一題 ok這一題呢 因為一直都沒有看到我的爸爸 好那可能新粉都很疑惑吧 老粉應該就可能比較知道 那其實我呢 並不算單親家庭 那我從小爸媽媽都是有在一起的 直到我14歲 which is 多少年前 十七十六十五四四 三年前 對三年前 我爸爸媽媽離婚了 對 然後 嗯 那時候開始吧 其實吧 再和你們透露一個 其實還算蠻私密的東西啦 也是我可能第一次在網路上這樣子說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想要做自己 也想要分享給喜歡我的寶貝們 去知道更多關於我的東西 就是我 其實從小學畢業那段時間 我就已經感覺得到了 爸媽媽有矛盾的問題了 然後 那段期間都是 比較 他們兩個之間啦 包括整個家庭 都是比較不愉快的 就是鬧到我 14歲才決定離婚的 對 反正就是那兩三年吧 然後14歲就決定離婚 然後到現在吧 其實從小都是媽媽比較在照顧我們 然後爸爸是在中國嘛 爸爸是中國人 然後都是在中國工作 然後每個月才回來一次左右 對 然後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長大的 然後到14歲 所以 開始就是決定離婚了 然後我們 三個孩子都是跟著媽媽的 爸爸現在就是還是在中國 然後 爸媽媽雙方都已經 現在又有了新的伴侶了 所以 是很幸福的 所以 希望大家就是 也是可以祝福啦 就是 其實從去年吧 我發生事情那段時間 太多人攻擊了 所以 一直都沒有勇氣去談這一個話題 那時候被網爆的時候 攻擊不只是我還攻擊了我的家人 就是爸爸媽媽這一塊 因為太多人不了解情況 就很隨便地去攻擊啦 對 所以也一直這兩三年都沒有想要 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說 因為沒有必要 就不需要拿出來給大家做成一個話題來說 所以 現在我已經OK了 所以就可以來和你們說了 對 反正爸爸媽媽現在都是雙方很幸福的 然後爸爸那邊也有多了一個小妹妹 就是我的妹妹 然後媽媽這邊就沒有 還是我們三個 現在也非常開心的我們 嗯 然後爸爸其實和我也有一直在聯繫 我們都和爸媽媽都很親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大姐 是我爸爸自己的孩子 我也是把他認為我最親最親的一個大姐 然後現在又有一個妹妹 那其實我們的家庭都是非常的OK的啦 就是 但是我們就是我父母的教育 並不會說是離婚了就完全不可以聯繫那種 完全沒有 我們都還是有保持聯繫的 因為爸爸還是爸爸嘛 然後我們都還是特別愛他們的 所以 對 就是這樣啦 其實現在真的好想我的爺爺奶奶和我爸爸 我們 我已經快兩年沒有見他們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上次見我爸爸是我十 是我十六歲生日的當天 是我最後一次見我爸爸 然後生日過後就 MCO了 對 然後現在已經快兩年了 然後我爺爺奶奶的話就 已經兩年了吧 是嗎 我想一下我上一次回去 對 已經兩年了 這一個月剛好滿兩年 那時候我回去的時候我才十五歲 所以 其實這段時間真的 嗯 有點就是 很時常啦 會想到他們 就是你們 比較細節的網友 應該會看得出來吧 有時候我會突然爆發很想念 中國很想念爺爺奶奶那邊 對 所以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吧 你們也看到我和我奶奶有視頻通話 對 他們也非常非常想念我們 每一次 嗯 video call的時候呢 我奶奶爺爺都會哭 相信很多人都一樣吧 經歷著這種 和家人分開 然後沒辦法見面的這種情況 所以 現在沒辦法做太多 就祈禱這個疫情可以趕快過去吧 對 我現在帶你們去看一下 胡子在幹嘛 今天老虎和我弟弟 關係特別好 ok ok 那我現在 要準備睡覺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們喜歡這種方式的Q&A 也希望你們喜歡這種方式的Vlog 對 掰掰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吧